三星堆遗址 然而随着三星堆的不断挖掘 考古学家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 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非常奇怪 眼睛突出的青铜面具 跪着的青铜肖像 还有好多文物都不像当时人类能建造出来的样子 其次是三星堆遗址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但在史书中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如此发达的文明 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 却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但如果三星堆文明也像清朝一样闭关锁国 不与外界交流 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那祭祀坑里的非洲象牙和海贝 又该如何解释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三星堆遗址 到目前只挖掘了不到2%的面积 仅这2%的面积 就出土了如此多珍贵的文物 因此考古学家不得不暂停挖掘 因为仅这些文物 就需要专家花很长时间去研究 万一真的有外星文明 那世界又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为什么这样发达的文明会突然消失呢 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 三星堆遗址 以三个略显突兀的土堆命名 这三个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村 据专家推测 三星堆原本是一堵城墙 后来被挖出了两个缺口 所以形成了三个土堆 就像天空中的三颗星星 所以被命名为三星堆 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 它不是像古代帝王埋葬的祭祀坑或大型墓地 而是一个面积约360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市 这座城市被一堵宽20米的巨大围墙保护起来 它的发现还要始于1929年 一位名叫燕道成的村民在清理水坑时 意外发现了多达几百个泥坑 有文物的消息不静而走 不少盗墓贼三三两两前往盗窃 直到1931年 当地的县长才宣布 当地出土的文物全部归国家所有 禁止擅自挖掘 避免三星堆被盗 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不断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也一直被搁浅 直到1986年 中国才正式启动对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行动 并迅速挖出了两个巨大的祭祀坑 三星堆文物一面时 就震惊了世界 那么这两个祭祀坑里 挖出了什么惊人的东西呢 外星文明被发现了 随着三星堆的出土 越来越多长相古怪的青铜文物 让专家产生了怀疑 就比如这一件 乍一看是不是和我们现代的方向盘很像呢 难道这是外星人带过来的汽车吗 其实这件文物叫太阳形器 它来自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 直径84厘米 被均匀地分为五份 这种形状在我国考古界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考古学家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和寓意 有人猜测它是太阳的象征 可能是对太阳的崇拜 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天文仪器 就像日轨一样 但这一切都只是专家的猜测 面前这个眼睛极度突出 有一对巨大招风儿的青铜面具 叫做青铜纵木面具 它可以称得上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奇葩 最难以欣赏的面具 整个面具宽1.38米 重71公斤 不管怎么看都没法将它和人类联系在一起 因此很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起源于外星人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面具呢 对此专家查阅了大量资料 终于在一本名为《华阳国志》的古书中找到了线索 书中记载了古蜀国的第一代国王蚕丛 他的眼睛就是向外突出的 那为什么蚕丛会有这样的形象呢 有一种说法是古代土地的含减量较高 所以甲状腺患者较多 眼睛突出的蚕丛自然而然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记录他的丰功伟业 后人特意做了这样一个夸张的面具来赞美他 寓意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能力超群 当然在有真实文字出土之前 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要说三星堆中最惊艳的文物是什么 那一定是这棵青铜神树 高达3.96米是目前发现的树状青铜器中最高的 也是中国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神树上有九根向下弯曲的树枝 树枝上盛开着花朵和青铜鸟 树干上还有一条盘旋的飞龙 从天而降有一种通天的气势 所以青铜神树也叫通天神树 而他最神秘的地方在于他能与山海经联系在一起 据书中记载 汤古上有符木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君载于屋 这种符木是指扶桑树 也就是传说中的神树 屋指的是太阳神鸟 意思是每只太阳神鸟都肩负着一个太阳 你有没有注意到 山海经的描述和这棵青铜神树的形状完全一样 难道山海经的记载并不是神话传说 而是古代的真实发生吗 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除上述文物外 三星堆一号坑 二号坑还出土了80颗象牙 4600枚海币 硬币 1000多件青铜玉器 直到今天 三星堆遗址仍在不断挖掘中 那么为什么如此发达的三星堆文明会突然消失 远离我们的生活呢 考古队员在发掘的过程中 他们在一件青铜器旁边 发现了一些堆积 为什么其他文明遗址越挖越明白 而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却是一头雾水呢 青铜神术 青铜人像等 虽然都十分惊艳 但这些文物都不像当时人类能建造出来的 这是一根142厘米长的金色权杖 由于地下埋藏时间过长 出土是变成了卷曲的金箔 里面的木棍也已经碳化 权杖上还雕刻着许多精美的图案 包括一对鱼和鹰的图案 以及一个带着神秘微笑的人的头像 这些图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据专家研究 有一本叫做蜀王本纪的古书 记录了古蜀国的几位国王 其中一位名叫渔幅的国王 因为非常擅长捕鱼 所以被称为鱼鹰的化身 这些鱼鸟装饰 很可能就是渔幅王朝的图腾 上面的头像很可能就是渔幅的画像 但古蜀国一直是传说中的存在 无法确认是否属实 古书中对古蜀国的记录 也只有八个字 未有文字 不小礼乐 难道三星堆遗址 就是传说中的古蜀国吗 所以问题来了 这个连文字都没有的国家 是如何发展出如此发达的文明的 这些奇特的青铜器 是如何建造的呢 一些专家推测 三星堆文明可能比丝绸之路时间 还要早几千年 就已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 互通有无了 这些奇怪的文物 很可能是三星堆人 从西方地区引进过来的 为什么专家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让我们来看看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这些文物 这些带着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 与同时期的古埃及文明 很是相似呢 然后是四千六百多个海贝 都来自几千公里外的印度洋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这些海贝 是当时的西亚人带来的 或者说是三星堆人引进的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那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寿面文牛手尊 它的形状 几乎和湖南出土的 西寿寿面文童尊一模一样 甚至连上面的图案也差不多 还有三星堆出土的玉丛 也和长江流域的两主文化相差无几 如此说来 三星堆文明之所以拥有如此高超的 青铜锻造技术 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派人到中原 专门定制了青铜器 而金器是它们与西亚文明交流的结果 因此三星堆文明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更和外星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三星堆文明的陆续出土 也很好地填补了中国文化的空缺 在早期的时候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 甚至世界文明都可以并驾齐驱 但由于地震 洪水 战争等不确定因素 三星堆文明也逐渐消失在了漫长的历史和流中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我们一起讨论区留言